沉浸一时的反跳槽法 终于以新版本的面貌提成到国会下议院 新法案阐明 一旦议员退党或者是跳槽将触发补选 而失格的跳槽议员也能参选 但是如果议员遭到政党开除 则不会丢失席位 相反的如果议员以独立人士身份当选之后 选择加入政党 他的席位就会悬空 至于政党合并或转投到其他阵营 都不会影响一席 内阁四月一决暂缓提成反跳槽法案 进一步研究跳槽的定义后 今早正式在下议院提成最新版本的反跳槽法 根据新法案 如果国会议员遭政党开除 不会丢失席位 同时联邦宪法也将增定第四九支A条文 以及第八副录之七A条文 一旦国会议员退党或跳槽将出发补选 而且必须在60天内取行 联邦宪法第四八支六条文原本阐明 议员一旦辞职五年内不可重选 但新法案移除了这项条文 换句话说 青蛙议员失去议员资格后 依然能够参与来临的补选 新版本的法案也阐明 如果议员以独立人士身份脱颖而出后 却又选择加入政党或联盟 议员的席位就会悬空 至于政党解散和其他政党合并 或退出联盟 转投其他政治联盟 有关政党的席位都不会受影响 在旧版的法案原本打算在 联邦宪法第十条文 新增第三A条款 允许中央政府立法规范 国州议员的党籍 一度掀起批评声浪 认为新条款赋予政府太多的权力 限制人民的结设自由 因此新版法案不再增定这项条款 此外新法案也阐明 国家元首获得周苏丹和周元首同意后 可以颁布宪报 在各州落实反跳槽法 这项法案将在下星期的 下议院会议进入辩论环节 感谢观看